一个业余小偷要和七位神偷进行一场开锁比赛 只有开锁最快的前四名才能进入下一关 裁判一声令下,所有人进入状态 只有业余的马克不慌不忙,冷静思考 很快第一名诞生,紧接着第二名,第三名 而马克也幸运地拿到最后一个名额 四个人来到第二关,这一关难度升级 每个箱子上面有两个密码盘 四个人争分夺秒,听到对手解开一个密码盘 马克眉头一紧,有些慌了 只见卷毛哥微微一笑,再次拿下第一名 紧接着马克也成功打开,其他两名选手幸运淘汰 第三关终极对决,这次的复杂程度比前两轮困难一百倍 卷毛哥用上了听诊器,而马克异常冷静 接着使用出了他的骚操作,把手放上去 通过他超强的感知能力,瞬间了解了内部结构 时间还剩十几秒,马克不仅不开锁,反而跟对手烙起了家常 就在最后几秒中,他开始转动密码盘 三道索在他的骚操作下,成功被打开 新一代的开索之王诞生了 输掉比赛的卷毛哥,情绪当场失控 马克享受胜利喜悦的同时,无意间看到一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将会改变她的一生 第二天,女人就找到马克 其实她是一位江洋大盗,六岁就开始盗窃价值上亿的金表 十六岁开始偷车,到了二十岁,把银行的金条洗接一空 其实女人暗中观察马克很久了,很欣赏她的开索天赋 所以想邀请马克入伙,干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 团队的成员个个都是高手,小丽是世界顶级黑客 分分钟破解各种防御系统 胡子哥车机一流,有着人车合一的称号 还有肌肉猛男凯奇,六岁就开始健身 爆发力极强,单挑二十人不在画像 几个顶级高手聚集在一起,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要抢劫三大世界级的金库 第一个是在巴黎的一个银行里 里面藏有上亿吨的莱茵黄金 想要进到金库,首先要破解四亿种密码组合 到了行动当天,马克先进到银行厕所 接着安妮来到银行门口,跟保安套近乎 顺走保安钥匙,再和工作人员广称使用保险箱 这时工作人员会守在门口,等待安妮出来 紧接着翘利走进银行,把守在门口的人吸引过来 询问一些他们听不懂的问题,来拖延时间 同时,安妮和马克用偷来的钥匙乘坐电梯来到金库 当马克看到金库大门时,彻底呆住了 时间不多,他们要赶紧破解密码锁 可马克不仅不解锁,反而放弃了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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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